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同时显现在这个虚空中 他还没有正果位 他又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神通呢? 请师父示下这个疑问 阿弥陀佛 阿南尊者他是佛灭度之后 加世尊者集合五百个阿罗汉尊者 节级经葬 当时阿南尊者还是出国圣人 还没有断剑施祸 所以当时加世尊者是把他排斥在 五百阿罗汉的节级的行列里面 阿南尊者当时就很悲伤 悲伤以后就想到自己原来就多闻了 没有在心地上下真实的功夫 这样他就发愤去驻阿南罗修行 他在离开这样的生团七天 精进努力的时候 在第七天晚上很疲倦 要在肠上躺下的那一刹那 他开悟了 他断剑施祸了 这时候他满心欢喜 就过去到那个阶级的地方 说敲门他要进去 当时加世尊者说 你要进来你看看 你自己进来 他就从那个门缝里面就进来了 所以阿南尊者最后也是五百阿罗汉之一 而且这个金藏是阿南所接级的 由阿南宣说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哪个哪个地方 所以阿南尊者 他是一个佛法大海水流露阿南心 无论是僧文杖还是菩萨杖 都是阿南阶级的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刚才提问的是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阿南尊者是代表着 余会的大众来齐寝 这个齐寝见阿弥陀佛是一个用意 我们这个世间总是 尽管佛很详细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那么他还存了一种怀疑 是不是真的 能不能让我亲眼看到 所以有这一念心 所以阿南尊者就起来 就禀白佛陀 当时还是佛陀说出来 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阿南非常欢喜 勇于很想见 我不知道怎么能见 释迦本人告诉他 向西顶礼 顶礼称念 拿摩阿弥陀三秒三菩陀 所以这当阿南一顶礼下去的时候 还没等到开头 抬头 阿弥陀佛如黄金山 微得微微就在虚空显现 放出自胜的光明 在这光明当中 无论是色界天 欲界天的这样的宫殿 都显现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 全体的一正庄严显现出来 乃至于三恶道 幽敏之柱全都打开 一切天人的光明 声闻菩萨光明 在阿弥陀佛光明旁边 都不显现 如同巨墨 在这样的光明当中 无量书经展示这一段 是非常的华彩的乐章 我们读到这一段 是非常的感动 博光 一只要 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 三恶道的众生 得到光明的铸造 那个地狱的情 受苦行都停下来 一切接纳的这光明的人 种种痛苦都把它解决了 盲人能够看清楚东西 聋子能够恢复他的天力 亚巴能够脏口说话 驼背的人能够生出他的脊梁 绝症者能够恢复他的健康 精神病者能够恢复他的结会 在这个弥陀的光明当中 所有愚众的二万人非常欢喜 全都跪下来 禀礼 南无阿弥陀 三秒 三波陀 都发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因为这时候见到的西方净土 看得太清晰了 如一面镜子 看面像一样的清晰 大家看到那样的庄严 还有谁不怦然心跳 不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阿难尊者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他有这种神通 完全是释迦摩尼佛和阿弥陀佛 慈悲加持 令我们见到的 我们要做奴式的理解 好 第一个 师父怎么意佛 意 回忆 意佛 念佛 念用我们的念头 或者口念 或者戏念 那么意 回忆 为什么能够回忆呢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景物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阿赖耶诗里面 除成了一个信息 我们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 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景色 就显现出来 那么我们意佛呢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要意念阿弥陀佛的光明 意念阿弥陀佛的慈悲 意念西方极乐世界 全体的一刃庄严 这种意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去牵挂它 不要忘记它 就好像鸡 浮那个蛋了 保持这个暖气 这个意 就好像我们每天上班 能够家里有件很重大的事情 性命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 你在工作当中 心里还在牵挂着那个事情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要把义佛 灌成在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 为此为大 天天想到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啊 阿弥陀佛如何救度我们呢 我一定要能往 我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 碰到别人跟我过不去 你想想原来可能跟他发脾气 这时候一念想 你看我都是要往生西方净土的人 不要跟他去计较啊 如果我们的贪欲的心上来了 我们你看看 我都要去住菩萨的人 怎么能有贪欲的心呢 我都要去西方净土 我怎么还想有道心呢 要拿人家东西 这些我们都要 把这个佛的功德 在我们身上展示出来 就是义佛 如何放下多年的 多年来的怨恨和悔恨心 为什么会怨恨呢 当你怨恨的时候 你想想 对方怎么对不起我呀 欠了债 有为什么不还给我啊 为什么诽谤我啊 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 他对我这么不好啊 这些你要想想 你不要在这悔恨里面 这样的怨天怨人 你想到你前辈子 你也对起不过他呀 你现在 他对不起我们 做还债小嘛 正好还在拉平嘛 你千万不要悔恨 这种怨恨 在我们的内心的急剧呀 这是很不吉祥的事情 它遮盖着我们的佛性呢 遮掩着我们智慧的光明呢 甚至这个怨恨 一旦向绝体的水冲出来 你就是毁灭对方 同时毁灭了自己呀 一念秤兴其 百万丈明开呀 火烧功德灵啊 你不要把他 这个火发出来了 要转化 刚刚说做还债奖 做还债奖 尤其想到 我们就是要住菩萨的人呢 把一切众生 都看着自己的父母啊 他是曾经住我的父母 我作为子女要孝顺他 孝顺都来不及 怎么还敢怨恨他呀 一定要把这个放下 那悔恨也不要悔啊 事情过去了 你就把它放下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个世间 所有的事情都是住梦啊 都是梦幻抛影的事情 你那么去执着他干嘛呀 昨晚上你住了个梦 有老虎在追你 吓得恐惧的时候 你醒过来 你还要去悔恨他吗 哎呀当时我 你最大悔恨 你应该想 哎呀是住梦 我在梦中 应该住个人情 就让他吃了好了 布施 布施出去了 这不挺好的 住个人情 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 破四项 请师父开始 我们众生都生活在 种种的幻象当中 分别执着 这个四项 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则项 破四项的根本 首先要破我项 我项怎么破 我们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误区 就是对我 看不破 它的虚幻性 我们要仔细的 反观下 我们有不有我 这个 我们是由一个 精神现象 一种心理 阿赖耶士 投胎过来 在母体的地水火风 形成我们的六根 六根又 接触外面的六层 产生六四 这里面你说 你找一个真实的我 这个我在哪里 是在里面 还是在外面 还是在中间 都没有啊 我们是当初出生 当初幻灭的 我们说最终是回到这个念头 无论是我们的身体 还是这个外部的山和大地 它都建立在这个念头上 然后我们在反观我们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刹那有九百个身灭啊 一个非常迅间的这一念当中 就有身住意灭啊 当它这一念过去的时候 已经是不可得 当下它也不住在这个地方 也不可得 没有来的这个念头 也不可得 这个念头 它当体就是空性的 这个念头都不可得 我们的身体到哪去啊 我们的心里是在什么地方啊 它都没有的啊 只是这个念头空 它这 由于它太迅猛了 似乎看到的 它是一个连结的东西 就好像这个一根箱 一根箱是一个点 然后我们旋转它 旋转得很快 就好像一个火轮 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点构成 所以我们分析到 它的最后的东西 是没有这个五 要把这个啊 要破除 其实这个修行 最先的要我空 正到我空就是阿罗汉 正到法空 就是菩萨 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一个原生法 既然是原生法 所以它就是空 就是虚幻的 一定要把这个我放下 没有这个我就没有个对待的人 就没有种种因缘和合的众生下 也没有它的延续的时间下 我们就解脱 你只要深信千月 持国的名号 绝对能够往生到希望基督时机 绝对深信阿弥陀佛 就是来救助我们的 48月10年以来早已成就 就等待着救助我们 当我们交错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能归原 归原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修净土的居士 在世间法 与初世间法的认识 与实践上 因此什么看法 做法 请指示 修净土的居士 首先要建立一个 与净土法门相对应的一种心态 净土法门是体现了 诸佛如来 度化众生的 一个究竟的目标 就是另一切众生 脱离生死轮回的苦难 得到涅槃 长老我尽的极乐 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 一定要体现初世间的本怀 不是让我们念念佛 修点善 下一辈子再得一个富贵的身份 或者上升到天堂去想天福的 要知道我们精神 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我们就惨了 如果我们发起不了真心 往生的心 那么这一次我们持戒 念佛 修种种慈善事业的这件事情 下一辈子或者得到大官位 或者得到大富贵 在那下辈子 由于用这个权势富贵 造作足多的恶业 迷惑颠倒 到了第三世 就堕到了地狱里面去 所以这不得不谨慎 所以 禁度中祖师告诉我们 今生不能够发出真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修 修行的话 跟那个一禅题 五年十二的人 他本质上没有两样的 五年十二的人是当生下地狱 那这个不能真心求生净土的人 他是第三世下地狱 下地狱的时间只有一步之差 有量上的区别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 更何况 如果出世间的这种心态没有建立 我们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 没有把握呀 得人生可是要持五戒呀 仁义理智性的五常 才有助人的资格 试问我们的五戒持得怎么样 我们的五常怎么样 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对我们来说 这个得人生比往生西方净土还难 得人生 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去保持人生 往生净土为什么容易 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我们今生能闻到念佛法门 一定要把这个往生这一念 为此为大 决定地建立起来 一定能够往生 你只要生尽千愿 持我的名号 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 深信 阿弥陀佛 就是来救助我们的 48年10年以来早已成就 就等待着救助我们 当我们交错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能归原 归原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不是我有什么能力 我一点能力都没有 完全靠阿弥陀佛 是由于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他非要我往生不渴 我就不得不听话 就去吧 所以这种初世间的信愿建立之后 我们在世间法当中 可以圆农呢 真地和俗地 圆农农这是佛教的一个特点之一 我们在世间要扮演好 我们的社会角色 家庭角色 我们的敬业三福 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为人处事 待人觉悟 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家里我们要孝养父母 然后对朋友要恭敬 要有信誉 对那个教育我们 给予我们法上会命的师长 要奉仕恭敬 要吃素 要戒杀 要牲口一三叶 都要散 这样你在家庭 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在单位 你是一个很好的或者公务员 或者一个商人 社会角色 人际关系非常的和睦 这样你的事业也会越做越好 由于你是一个世间的善人 也能开发智慧 所以你的事业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学佛 他不跟世间法矛盾 反而能够促进世间法 做得更好 尤其在事业当中 大凡在这个世间上 能够建功立业 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 所谓三不朽的人物 都是在新鲜的开发 具有相当深度的人 你比如像林哲徐这样的 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赶烧英国的鸦片 这种精神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 当我们看到林哲徐 他用非常工整的楷书 来写金刚经的时候 来写阿弥陀经往生咒的时候 一上轿子上就开始念这两部经典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从这个佛经里面 吸取了他的精神的养料 近代的思想家 像魏元公志真 都是虔诚的净土行人 念佛行人 还有很多企业家 他那种 他为什么能够有钱 富裕 他多生多节都布施 财富从布施里面来 精神带着这个善德 他又布施 越布施越有 所以这个世间法 要在世间体现 出世间法提升世间法 世间法为出世间法准备之粮 最终 我们是要解决一个死这个问题 这个死 是我们这一期 轮转的念报生的 这样的一个终结 这个终结的当下 就是我们法生会命 并生的最辉煌的时刻 所以我们不叫生死 叫死生 一个念佛行人 他会带着最美好的笑容 迎接死亡的到来 因为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菩萨 莲花化身 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 还有什么比这更尊严 更辉煌 更值得住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为这桩事情 做准备 这个准备安心很重要 我们常常举这么一个比喻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 比如一个人出差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出差 他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先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找到住的地方 安顿了行李 他出去办事 他心里很安定 哪怕我再晚 哪怕深夜 我有个地方 这把钥匙在我手上 随时可以进我房间休息 如果他没有找到住的地方 背上满满的行李 行装去办事 他一直办事就恐惧不安 到时候我办完事 我到哪去住啊 那么这是一般人的心态 然而我们扩大一点说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也是在出一趟菜 试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 所以找到地方是一个人 一个有理性的人 最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然而多少人却忘记了这个事情 背上沉重的行李去办事 追求世间的种种东西 所以他一生当中都伴随着不安和恐惧 阿弥陀佛非常的慈悲 用这个念佛法门 给我们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我们知道今生的终结 我住的地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灵命终时阿弥陀佛带着莲花来接应我 那个莲花就是我转帆成圣的神庙的宫殿 这一生有安顿了 安心立命完成了 然后我们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去办事 去住世间的事业 而且住得很好 很欢乐 反正我知道了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找到了 随时都能够去住 那月三十到来 我就随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人生这桩事情就得到了一个完满的归宿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 第一次看到地藏 帕斯 的愿 地藏菩萨是不是 地藏菩萨 大概你的中文要好好的学 这里顺便讲一下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 到时候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识 不会写的话 我们是没有脸面去见我们的孔子孟子 见我们的列祖列宗的 过后到佛前说 我愿意归命 希望能学习住他的事业 当下觉得皈依了 那么不住民意 世上的皈依可以吗 不可以 你的内心的皈依要靠事项上来住 归一佛归一身 归一法归一身 这个三归一的仪师 要请出家的师父 比丘师父在佛前跟你来守 如果你都不在事项上去住 说明你本身内心当中就有清漫之心 你这一念的清漫之心 你修行就不能得利 你连佛法身三宝都难以升起 恭敬之心 你怎么去学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是由这一念的孝心 扩大对六道的众生 尤其对地狱所有的众生 都认为他是我的父母 我必须要把他抄拔出来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是这个孝敬之心 所以我们事项上是表达我们的孝顺 能够才在整个过程 把我们理体上的制成心 恭敬心 孝顺心 把它显发出来 你才能去效仿 大愿之王的地藏菩萨 而且从这个意义 我们现在反复众生 只是我们发心要做地藏菩萨 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能做地藏菩萨的事业 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 叫你到地狱去 你一头栽到地狱去 是受罪的人 地藏菩萨到地狱去 是探望牢狱的人 那不一样 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愿众生回归安阳 祝愿生回归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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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生回归安阳